新赛季拼超第一轮联赛今天开战,丁宁独得两分,率领北京手钢击败冯仙为领衔的黑龙江中周健那永刚,赢得开门红,女拼复队长,小球世界冠军五阳本赛季,转会加盲了北京手钢,成了丁宁的俱乐部队友。 不过,武阳首次亮相就惨遭打击,他不仅0-3惨复原雪橇,最后一局更是输了1-11,三局比分为,比6,8-11,1-11,第二盘,丁宁3-0战胜世界冠军冯天威,三局比分是,比11,11-7,11-0,双方总分赞成了1-1平。 第三盘,丁宁李嘉元总分2-1逆转,击败人雪橇流银,丁宁李嘉元以9的11先丢一局,随后以11-8将比分扳平,决胜之,丁宁李嘉元加2-6落后的情况下连拿6分上演决第大逆转,以8-6赢得抢期大战。 逃出生天的丁宁也是喜笑颜开,非常开心。 第四盘,此前惨败的武阳再度出场,他大发神威以3-0横扫老将冯天威,被北京队锁定胜局,也算将功不过。 北京队此前只有丁宁一个顶梁柱,北京队也是对武阳尽予厚望,希望他能帮助丁宁分担压力。 首次代表北京队出战拼抄,武阳先议后阳,总算自我救赎成功。 在日本重金打造的批联赛名单中,袁雪娇名字赫然在列,他效力于神奈川俱乐部,与日本一锦时川家纯成了俱乐部队友。 袁雪娇也是同时出战拼抄联赛和日本联赛的国拼,第一人,此次拼抄首战,能3-0横扫武阳也展现了不服实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